陳浩王 今第一考試 Go 各位大家好 我是少林派的逐家弟子 我這次下山是要宣傳少林派的功夫的偉大 今天我要介紹的正正是少林派的功夫 他就是大力金剛子 而只要大力金剛子 是源自好多年前 因為少林自己得到高真 因為太陽門每天在那裡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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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最後就發現不來 他的手指是這麼大威力 去咚咚咚咚咚 然後他就用過他不懈的努力 就練出了這些大力金剛子 不過就是因為這樣 他督出了一千多塊牆 令到我們的少林子要重建 幸好到現在都沒有什麼事 那我現在就和大家介紹一下 這招大力金剛子是怎麼做的 首先 氣魂丹鐵 然後 就把努力全部傳到肩膀上 然後 送手去紙上面 一出 這招大力金剛子就是這樣做的了 而這招大力金剛子的威力 就帶到 可以將一個人 瞬間KO 也都可以帶到 將一空牆 立即推倒 但是 我要和大家說一聲 這一招 這一招指法 並不適合一些又懶又蠢的人做 好像我這樣 練了五年 才會有大力金剛子的初步小成 如果你懶的話 怎麼每天持之以行去練 怎麼會成功呢 好像那位得力高針一樣 用三十年的時間 才會練成這一招指法 真的實在太難了 另外 如果你蠢的話 就更加不可能了 好像我說 練這一招指法 要氣魂丹鐵 要將內力全送到肩膀上面 其實是一件很難的事 你一定要有些耐力的基礎 和一定要有一定的智力 才可以做到的 你沒有智力的話 你絕對不可能做這麼難的事 而這一招指法 就適合一些有指法基礎 和有耐力 或者有恆心的人 有恆心的人 就算你的資質比較差 你經過你的努力 都一樣可以獲得你的成功 但是 有些資質非常好 但是很懶的人 到底都是一無是處 一事無成的 然後我再說 那些聰明的人 就是更加有可能 可以練成這一招指法 這一招指法 所以你的耐力 你的智慧並重 好像氣魂丹鐵 將內力送到肩膀上 是一件很難的事 你聰明的話 就會被其他人 使用的時間少很多 希望這一招指法 可以除了在少林寺之外 在廣大流傳 亦都令大家知道 我們少林派武功的特別 多謝各位